大家好,我是汤圆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1999年的空中大案 1999年7月23日早上11点23分 东京雨前机场全日空61号航班正式起飞 此趟航班飞往北海道的北千岁机场 机型波音747-481D 当时正值日本的下修 所以出门旅游回家探亲的人特别多 飞机上坐了503位乘客 加上12位空城和2名驾驶员 一共517人,几乎满员 空城A像往常一样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工作 然而一名年轻男子走到他身边 掏出了一把亮晃晃的工具 说不想出事的话就带我去驾驶舱 A吓坏了,为了自身和乘客的安全 他把对方带进了驾驶舱 驾驶舱里坐着51岁的机长长道直支 和34岁的副驾驶骨贺何信 机长健壮立即报告了雨田机场管制台 紧急状况ANA61召结 明白,明白 男子神情非常激动,要求机长往横须贺方向开 机长没办法,只能听从指挥 在空中转了一圈后,南下 下降到3000英尺 3000英尺只有900多米 这个高度是小型机和直升机的高度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发生碰撞事故 11点35分,飞机急速下降至1200米 当时正好有乘客用摄像机拍下了这一幕 影片中,横滨贺见一桥清晰可见 37分,飞机降到了1000米左右 男子把骨贺和空城赶了出去 坐上了副驾 一边指挥方向 一边询问机长有关开飞机的问题 为了不激怒对方 机长都耐心的回答他 南风20节 对,挺难的 11点45分,航空局设置了对策小组 47分,飞机来到了横须贺东 男子让机长往大岛方向开 到大岛上空时 男子让机长往横田基地开 路过江之岛时,还说要自己开 机长提醒他 现在高度太低了 容易发生事故 他想开高一点 而且今天云多 建议早点降落 不然,燃料很快就没有了 男子听后很生气 用工具对机长下了手 11点54分30秒 机长发出一声悲鸣后 脖子受伤,没了呼吸 飞机边下降,边往北行驶着 男子开始胡乱操作 在横田基地上空来了一个大转弯 变向往南 高度掉到了500多米 禁地警报不断响起 门外的骨壳十分着急 再这么下去 不到一分钟便会坠落 当时,飞机镇处于巴王子市 南部住宅区上方 要真发生坠落的话 不仅是机上的乘客 就连地上的居民也要遭殃 这一天,飞机上还有另外一名机长 山内纯二,他正好要去新千岁机场出勤 他看到飞机没有任何通知 就更改了航线,觉得非常奇怪 于是来到了驾驶舱前 得知情况后 他和骨壳以及其他五名空乘 合力撞开了门 骨壳和空乘们将男子控制住 帮助并带到了客舱 山内则冲过去驾驶 机体持续下滑 他才刚刚握住驾驶杆 尸数警报就响起了 驾驶杆也传来了警告抖动 正当山内以为来不及时 几秒钟后 飞机尸数竟逐渐减小 开始慢慢恢复了高度 飞机安全了 原来,长岛机长在遇害前 提前设置了自动操纵系统 让飞机在千军一发之际转位为安 不同的飞机在自动操纵系统上会有所不同 波音公司的飞机在开启自动操纵系统后 如有人操纵会以人优先 无人操纵时便会恢复自动操纵模式 12点03分 古鹤联系管制台 请准备救护车 飞机马上返回 明白 22跑道 风向210度 风速19节 12点14分 飞机回到了羽田机场 紧急降落 乘客无意伤亡 男子被赶来的警方逮捕 男子叫希泽玉斯 1970年出生 当时28岁 和父亲母亲哥哥住在东京 父亲是一名专利代理公司的职员 对孩子的教育特别严格 希泽也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 学习和努力 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不过 他因为性格内向 在学校没什么朋友 还经常被同学们嘲笑 小学毕业后 他上了当地有名的私立中学和高中 父亲对他的要求是 必须考上东京大学 也许是压力太大 希泽没考上 之后他复读了一年 最后进入了伊桥大学的商学部 伊桥大学是日本顶尖的商科学府 被誉为亚洲的哈佛 很多日本商界政界的知名人士 都毕业于这里 上大学后 希泽迷上了飞机模拟驾驶游戏 他梦想成为一名大型客机的驾驶员 为了能更接近梦想 大二时 他在宇田机场找了一份搬运行李的兼职 这份兼职一直做到了大三 期间 他还阅读了很多和航空相关的书籍 在大四的就职活动中 航空公司自然成了他的首选 不过他想去的航空公司并没有录用他 他非常失望 也让从小学习优秀的他感到了深深的挫败感 后来他去了日本铁路货运公司上班 1994年4月 希泽离开父母家搬到了公司的宿舍 不过因为性格的关系 他没有交到特别好的同事和朋友 之前在家的时候还有父母 但现在都只是一个人 他感到非常的孤独和压抑 就这样过了两年 希泽实在受不了了 1996年秋天跑回了父母家 平时就在家里玩飞机游戏打发时间 可是心中的那份孤独感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因为在他心里还一直纠结着 没被航空公司录用的事 在家人的建议下 希泽去了精神科做治疗 并服用了大量的药物 但状况依旧没有好转 他曾多次试图了结自己 但都没能成功 1997年6月的一天 希泽在家中上网时 发现了一张雨田机场的配置图 于是便开始研究起来 凭着多年在机场打工的经验 他很快就发现了第一行站楼 在警备上的漏洞 通过这个漏洞 旅客可以直接从一楼的到达厅 避开安检 走到二楼的出发区 于是 他心里有了一个想法 就是把这个漏洞告诉雨田机场的人 借此来证明自己是个优秀的人才 让对方聘用自己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 希泽买了去雄本的往返机票 实际去走了一次 真的没被安检 回家后他给航空公司东京机场警署 运输审还有报社等地方写了信 告诉了他们自己的发现 并希望机场能聘用他做保安 这也是他能进机场工作的最后希望 不过他并没有得偿所愿 航空公司给他回复了电话 说非常感谢他的建议 但因为机场经费不足 没钱请那么多保安 拒绝了他 其实 这个他所谓的漏洞 是机场为了方便内部员工通行而设置的 不过 只在入口处放了警示牌 没有上锁 没有保安和监控摄像头 希泽很不服气 多次给机场打电话提出了不满 但结果依旧没有改变 他咽不下这口气 为了证明自己 他决定利用这个漏洞 干一场大事给机场的人看 让他们后悔没有聘用他这个人才 而且如果计划成功的话 他还可以借此来实现自己开飞机的梦想 1999年7月中旬 希泽跟医生和家人说 打算去北海道旅游 在代理店购买了三张7月21日的全价机票 因为购买全价机票 可以在规定时间内任意变更时间 他用高桥克也的名字 买了两张往返大板的机票 又用佐佐钢曾斯的名字 买了一张11点多飞往北海道的机票 高桥克也的名字 和当时的一个再逃犯同名 这名逃犯是1995年参加东京地铁杀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信徒 2012年被逮捕 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 而佐佐钢曾斯是一名职业棒球投手 不知道他为何要用这两个人的名字 也许对他来说有着什么特殊的意义 又或许只是他随便取的而已 到了7月21日这天 天气不太好 所以希泽决定第二天再行动 为了能按时展开计划 他在距离机场不远的帮松丁的酒店住下 并把工具放进了行李 可到酒店后 希泽发现工具不见了 原来他出门前 母亲悄悄查看了他的行李 发现里面居然有一把刀 于是偷偷拿走了 所以他决定再去买一把 凌晨 希泽叫了一辆出租车 他跟司机说 自己工作用的刀被偷了 因为白天要用 需要连夜去买一把 让司机把车开往国道16号线 那边有卖 可司机说 国道16号线 我不知道怎么去呢 那你呼叫总台问一下 司机用手机打给总台 总台说 这么晚的时间去买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是拿来打劫的 不能告诉他 所以司机说 总台也不知道怎么去 西泽没办法 连续去了路上的几家便利店 但都没能买到 原定白天实时的计划 只能延期到明天 早上 他去机场办理了变更手续 下午在莆田车站的一家五金店 买到了工具 7月23日早上6点多 西泽把工具放到了托运行李 办理了登机手续 通过安检顺利登机 在大阪的一单机场降落后 又坐了返程的飞机 回到了雨田机场 取完行李后 他提着行李往返方向的漏洞走去 一般拿完行李 乘客就该走出口了 但西泽却往回走 而当时的保安也没有阻止他 随他顺利通过漏洞 搭上了11点多的全日空61号航班 并把行李放在了座位下 在等待起飞的时间里 他认真聆听机内广播 确认了机长和副驾驶的名字 并做了笔记 当时他戴着白手套 隔壁的乘客看到觉得很奇怪 不过也不好说什么 11点23分 飞机起飞 西泽拿着工具向空城走去 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段惨剧 西泽被捕后 东京地方检察厅对其进行了精神鉴定 医生认为他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阿斯伯格综合症的患者 会有一些社交和非语言交流的障碍 比如使用手势之类的 但是他们的语言和认知能力是正常的 所以法院认为 西泽有完全行为责任能力 2005年3月23日西泽玉斯被判无期徒刑 殉职的长岛机长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驾驶员 事发时已经连续飞行了26年 后来长岛被授予了勋寺等瑞保障 内阁总理大臣显章 运输大臣表彰 直至今日每年的7月23日早上11点54分 全日空社内全体员工都会默哀一分钟来悼念他 有的网友说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聘用西泽好了 可是谁也不知道 他到机场工作后会不会又制造出其他的问题 所以这一切都只是个未知数 其实这并不是日本的第一次劫机事件 但有人遇害还是第一起 事件后机长对警备体制也进行了改进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而出事的这架飞机从1995年被启用 在2014年从全日空退役 那么今天的案件就为大家分享到这 大家对此事件都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也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安全 我是汤圆 我们下期见